昨天 郭文貴 當初陳吉隆的地方 其實就是現在的隔壁島的這個區域 他在同一個基地上是 推跌了不同的歷史的文化城 透過這次考讀的過程 真正地把它連接起來 第一次 我們有所有人 從每個海岸 Chilo是一個非常有趣的地方 但可能是台灣的最有趣 非常多元 非常複雜 它有不同族群 甚至有歐洲人來過的地方 這個島嵐就是比較下坑 所以我們居民都住在這個島嵐 有些地方在耕耘的時候會想說 你不是本地人 你怎麼找人家做 我們島嵐比較不會像 熱情 直接沒什麼太多的 要去局限說 你來自哪裡 過去當然還有各式各樣的人 他的生活可能被忽略 或他的意見可能被忽略 所以其實這個遺址能夠提供的是 一個非常重要的訊息 讓我們來解決這個考古學上 一直沒有辦法解決這個問題 應該限定地保留 一個文化的要素加進去的話 讓我們台灣的民眾 特別是地方的民眾 可以了解到在這個土地上面 它的歷史的發展 欣然而成為了 另一個動作公固 或剧人般 屹立在波光零零碼頭邊的 橋式起重機 俐落地上下左右舞动着 盛装打扮的万顿邮轮 显已于东岸码头边 恶努多姿的身影 吸引人们的目光 四面八方的旅客 于贯而入 著作于海洋广场 脸上洋溢好奇兴奋 尽情捕捉邮轮门的美 乘着海风的黑渊 盘旋于广场上空 时不时俯冲而下 展现高超的补食特技 不让邮轮专美于前 入夜后的庙口夜市精神正好 顶边醋 奶油螃蟹 八宝冬粉 炭烤藕尖 扑鼻而来的香味 夹杂着吆喝喧闹声 这里是基隆最有活力 最热闹的市区 此地往东北五公里处 越过全台第一座跨海大桥 对岸的色彩屋 倒映在湛蓝海面上 放入拉丁风情的明信片 港湾内停靠着各式渔船 空气中弥漫着海鲜 混杂着柴油味 耳里传入渔船马达声 摊贩叫卖声 进入岛上 时光的脚步慢了下来 眼前慢骑机车 踏着拖鞋与邻居寒暄的居民 缓步在悠悠静谧的古老街道上 抬头偶见异国风情的洋楼 点缀其中 这里是基隆的和平岛 你能想象 这里是基隆最早有人居住的地方吗 你知道西班牙人 曾经在这个岛上建一座城 这里曾是基隆最热闹异常的地方 也曾是台湾最国际化的地方 平岛虽然面积不大 但是地下的文物相当相当的丰富 从2011年开始 当时是由我和台湾大学 外文系的包小欧教授 我们联合主持了一个研究计划 主要目的是要去找寻西班牙人 在基隆知名时代所建筑的圣沙尔瓦多城 1619年 天主教道明慧马丁涅兹神父 写了一篇报告 征服爱尔摩沙岛的益处 这封存放在西班牙雅维拉 道明慧玫瑰圣母教区 与党案馆内的泛黄草纸 开启改变基隆 改变台湾历史的重要一页 我们有很多写信 从台湾大学到台湾 在美国的岁岁岁 他们为西班牙人很重要 他们在英语中 他们在英语中 也在中国语中 他走证了大航海时代 西河对抗下 西班牙试图在远东突破封锁 扩展贸易 宣扬宗教的战略思考 荷兰再次试图切断我们的贸易 甚至加倍攻击天主教 进军爱尔摩沙岛 能避免这类的伤害 在爱尔摩沙岛一个叫北港的地方 建造一座堡垒 可谓明智之举 据称当地已经有了一座港口 这岛屿离中国最近之处 十八里隔 气候宜人 盛产水果 鹿肉与小麦 岛上也有许多鱼 我们这个西班牙 这个鱼籍 那么这个工程 就是我们朝中 以往工区 丹林配合 认识自己这块土地 了解自己过去的历史 整个把它做一个 完整的一个整理 然后重现 事实上是所有台湾人的 一个宝贝跟宝藏 然而西班牙占领 和平岛的这段历史 如今能够在和平岛上 寻找到蛛丝马迹的物证吗 1626年 西班牙人来到基隆和平岛 1642年 结束16年的治理并撤离 没想到400年后 居然是一位 说着有拉丁口音中文的 西班牙人 带我们回到和平岛 比起我们 他更加熟悉 这岛上的一切 是一位秀 秀兰之间的 秀兰之间 可能是一位最有趣的 在台湾 尽到最后的 从历史上的 秀兰之间 它们的秀兰之间 当我来到台湾第一次在1989年,已经有30年了, 我第一次来到Chilong,去找了一堆语语。 你会在哪里,不太容易找到,因为我至少没有关注。 但是,稍后,随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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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像古典的图像,我们能够找到位置 但是我们还没有看到 包小欧教授带着想象 开启了和平岛考古计划 而加州和平岛上的李先生 和他的家人也参与其中 他们是考古计划的工程单位 我们也会感谢他们让我们参与 以前的旅长的媳妇 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是她牵牵过 让我们有幸参与这个挖掘的工程 天天去找包教授来 包教授来跟我们谈 当时包教授在说话我也听不懂 慢慢去把他提起来 在挖掘过程有时候会缺少工具 或者是有一些困难度有一些难题 我们会帮他们想办法克服 然后大家工作上的态度 所以他们会觉得说跟我们配合 他们觉得很安心 很安心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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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李太太带带着家人 细心地一笔一笔 清理着出土的文物和骨骸 和平岛的历史轮廓也逐渐清晰地被勾勒出来 在考古发掘的停车场对面 有间蓝妈妈清台水饺 老板娘蓝妈妈见证了多次的考古发掘 不过蓝妈妈不只是水饺店的老板娘 同时也是一位在地文化工作者 我们黑壁岛是基隆附属七格岛其中最大的一个岛 它有东西南北 那我们那个岛北就是我们国家级的地区 就是河滨公园 它是对了东海也会有人水海 它那个七年怪石 那我们的东这个方向 它有两座桥 旧的那个桥就可以看夕阳 新的可以看日出 我后面这个就是岛兰 就是正兵与党 岛兰就是比较飘轰 所以我们基隆都住在这个岛兰 那在西边的这个就是我们重工业 台湾造团公司 从日本时代就有了造团公司 另一位在地文史工作者潘江卫老师 看着潘老师在王传记指挥交通的模样 你一定想不到 他是基隆原住民文化会馆的馆长 而他的祖先数百年前 就居住在和平岛上了 有些地方在耕耘的时候 我会想说 你不是本地人 你怎么在这里住 和平岛的人比较不会这样 因为和平岛以前的文化里面 它的发展它就是商业个性很强 所以基本上来讲 这个地方住的居民的话 不会像其他那种排外 他也因为这样子 在做和平岛这边的社区营造 或是文化活动 或是商业活动的话 他不会去在意你是本地人 他在意你说你做这些事情 有没有效果 比较重要 去日东升彩凤鸣 云霞散漫小风生 天开蜀色彤彤映 水国清光入化明 开门八尺本天城 万古长流一色青 好事晚来霞烂漫 鱼川云景样分明 以上诗作《摄了小日》和《海门成青》 分别描述了和平岛的日出之美 以及八尺门灿美的晚霞 这是日志时期担任基隆区长的诗人 徐子桑所做的《基隆八景祖师》中的两首 在徐子桑的心中 《基隆八景》和平岛便占了两井 如今美丽的和平岛同样也吸引了一位来自外地的年轻身影 舒豪在此驻足 他正为了在地文化创生而努力着 创业这个过程中 其实还是得去理解过去这个地方 就像我们现在考古这件事情一样 是要一起帮助地方把故事讲得更不一样 或者更清楚 见只有一种方式 见只有一种观点吗 和平岛的历史文化是否正如考古发掘的地层 不同时期 不同人物 用不同的方式参与其中 沉淀出如此多层次的样貌呢 全面的面子 为了我们应该是用不一样的 在地上的卷子里面 那边的面子 两位的小铁 和平和平岛 在地上的花类 立刻的一些卷子 什么地方 等会 同一位 本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